屏東縣議長週點論的女兒周孟榮 情緒潰題 頻頻是累 婦女倆涉及郭台銘連署書會選案 周孟榮凌晨才以五十萬交保 上午就現身 國民黨記者會 號召多達二十九位議員 不只藍營 五黨籍也到場聲援 週點論被裁定收押 但時間會不會太湊巧 而且用這樣子的一個政治 來干涉司法的一個手段 不迷你一個手段 周佳琪先生為爸爸打包不平 曾被視為是挺郭大將的週點論 過去郭台銘參選總統期間大力相挺 而檢調十月調查連署書會選案 先查出屏東潮州政長周品權 以兩百元收購郭台銘連署書 被裁定收押 如今檢調又查出週點論涉有重嫌 所謂催促工作費 資金來源交代不清 法院裁定週點論收押境界 但週點論身為議長 周孟榮是國民黨中常委 都是來迎在屏東的重要勢力 選前不到三週遭收押 國民黨擔心影響屏東選情 其實週點論和兩位女兒是國民黨籍以外 子女周碧雲是民進黨議員 等於在地方上藍綠都獲得支持 而過去週點論多次幫郭台銘站台 直到上週十七號 侯友宜到屏東造勢 兩人首度同框 如今剛歸隊支持侯康佩 就被檢調搜索引起地方政壇震盪 TVBS新聞葉鳳達吳宗勳評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